111年太平村校联合运动会即将在3月26号登场 今年太平国小是健康促进学校辅导计划重点学校之一 所以积极在推动运动健康方面的教育 太平、中心、中平三个部落也都准备好大会舞蹈 各部落也在每天晚上聚集在一起跳舞 就是希望在春运当天展现健康火力 111年太平村校联合运动会即将在3月26号登场 今年的太平国小是健康促进学校辅导计划的重点学校之一 所以积极在推动健康运动方面的教育 太平、中心、中平三个部落也都准备好大会舞蹈 各部落也都会在每天晚上聚集一起来跳舞 就是希望能够在春运当天展现健康火力 活动内容有国小跟幼儿园的田径项目 社区、团体竞赛以及55岁以上的长青组田径赛事 所有的年龄层都能够参与 全校人口58位的太平国小 从民国86年开始 学校结合教育相关计划经费的益助 整合社会资源 让学童学习布农族语、布农族的歌谣 传统记忆等布农族文化 春校联运当天也可以看到学生满满的活力 记者高雙雙、卓西乡采访报道